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30岁的那一年 我 踏进直销这个行业 58岁的那一年 我放弃了直销 传统的直销我一定要说 虽然 这过去的30年 传统的直销 圆了几乎我大多数的梦想 房子 车子 孩子的教育 我都圆了 但是 传统的直销 欠不能够圆我的理想 各位 梦想跟理想它的差别在哪里呢 梦想是 你能够圆所有的梦 而理想是 我正在追求我这一生 最重要的理想是 被动式的收入 Passive income 58岁的那一年 当我停止 我放弃了这个直销的行业 各位 没想到 没想到 我现在 又开始 在爱多美 因此 因此那个时候 有很多的朋友问我 Alex 为什么 你会选择 爱多美 为什么 爱多美 能够进入你的生命 我说 朋友 你出生在 怎样的时代 你出生在怎样的时代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活在怎样的时代 我看到的是 爱多美 她诞生在互联网的时代 也是一个分享经济的时代 好 什么叫做分享经济 当你遇到了一个很棒的公司 当你消费了这间公司的产品 你是它的消费者 之后你发现到 你对这个公司的产品真的爱不射手 无形中 你已经成为了公司的产品 爱用者 不知不觉 你遇到人 你遇到周边 你的亲戚 你的朋友 你会自然而然的发自你的内心 你会自动的跟他们分享 你用过的产品 也就在这个时候 因为你不停地在分享 你不停地在帮这间公司口碑相传 而这间公司 它也会当你分享到一定的比例的积分的时候 这间公司会给你回酬 这间公司会给你你赢得的奖金 这一个叫做分享经济 而在这个时候 你也不知不觉 你成为了这间公司的受费者 你也成为了这间公司的经营者 各位 这一个就是分享经济的精髓 在分享经济 它重视的是产品 它更重视的是分享 所以通过产品 你才能够去分享 那么分享经济 它并不重视利益 相对的 很多的传统的直销 很多人是看利益 看利益 很多人根本不看产品 很多人根本不重产品 同意吗各位 所以爱多美呢 它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分享经济 于是呢 我听懂了爱多美 我看懂了爱多美 我爱上了爱多美 因此在2016年 11月14号 马来西亚爱多美开业的那一天 我成为了爱多美的会员 我很骄傲 今天 再三年 我已经是爱多美的星光大师 同时也是皇家领袖俱乐部的成员 各位 那其实 当我成为这个玫瑰大师的时候 我已经圆了我的理想 也就是被动式的收入 而且呢 传承三代 什么各位 三年 不放弃 五年 成大器 好 我准备了一张相片 要给大家看 请看 这张相片你们看到什么 各位 这张相片 请问大家看到什么 这张相片我们看到的是 有没有人看到十中 十中 十中就是 时间 各位有没有看到钱 看到钱 然后还有看到什么各位 status liberty 自由女神有吗各位 有 好 那么 这三十年 过去的三十年 我正在追求的 有钱 有闲 而且非凡的 自由 可是在过去的传统的直销 我并没有办法完成 但是在爱多美呢 不用三年 如果你很勤劳的 有规划的 各位 不用三年 那么 有的人就说 Alex 在爱多美 我要怎样开始呢 那我告诉大家的是 我们需要的 准备 我一个叫做2080的法则 请问大家有听过2080法则吗各位 The rules or the principle of 2080 当我来到爱多美的时候 我准备了这个2080法则 我还没有开始去分享爱多美 我还没有开始去做Home Party 我还没有开始在爱多美开工 我先准备80%的准备 准备什么 各位 我必须要准备 我对产品的知识 因为我这个人呢 就是以产品为导向 我非常重视产品 而就在那个时候 我听到 我了解到 爱多美的一个明星产品 爱多美的一个王牌产品 是什么各位 对了掌声一下 我也从来没有看过一间公司 它有国家在后面的支撑 那我做好了准备 因为我深深的投入了这个Hemohim 各位 不知不觉 我个人吃了Hemohim 已经超过三年 你看我指客的样子 帅吗各位 我亮你也不敢说不帅 如果你说不帅 你会打破我的玻璃心 那这一堂课就很难再讲下去了 其实我63岁了 如果你讲体力的话呢 我的体力好过很多的年轻人 真的 我要告诉你 因为我吃了三年的Hemohim 如果你还没有吃Hemohim的话呢 那我要送你四个字 遗憾终身 所以我做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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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准备了百分之八十 然后我看到 Oh my god 艾朵没有一系列很强的家庭用品 日常用品 那我准备什么呢 我知道 Home Home Party 家庭机会 因此 在艾朵还没有开业的时候 我就准备了 Home Party 一直讲Home Party 一直做Home Party 我可以在Home Party 做示范分享产品 讲到鱼呢 射到完 各位 那个是当初的复仇 所以呢 我看到艾朵美的这一个 这个产品通过Home Party 我要找的对象是什么人呢 各位 我不找Fighter 我不找过去 我的那些老战友 我不找过去那些 直销的那些的大老鹰大领袖 因为那些兔鹰有的毛 已经跌到光光了 就在那个时候 我做好准备的时候呢 那我就在规划 我要找家庭主妇 所以Home Party 是不是你要建立很多的消费者 消费者 最棒的消费者 购买力最强的消费者 是男人还是女人 女人 所以呢 我就准备Home Party 我认为呢 这一次在重处直销50 那我要改变对象 我要找的就是要建立 一大群的消费者 好 也就在那个时候呢 我非常的重视消费者 consumer base 那通过消费者 我成功建立了一个很庞大的消费群 这是consumer base 消费群 然后呢 我就用爱心 我用耐心 我用细心 把产品意义的示范 把产品意义的示范 分享给所有的 安迪安迪安迪 我要把这些安迪 你的PV 什么叫做PV What is PV? PV is money No talk No PV 然后 当他成为爱用者的时候 那总有一天 他会不会去分享各位 他就变成了分享者 然后呢 再把消费者 变成你的 对了 变成你的 经营者 各位 我就做好了2080法则 因为呢 就掌声响取吧 来 就在这个时候 我不重视marketing plan 我不重视那些fighter 我不去找那些经营者 我不去找那些来做来做来做 所以今天你看 有很多人做爱多美做得很失败 做得很不理想 那是因为他们不断的在找经营者 在找经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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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的组织 有80%的经营者 只有20%的这个消费者 你会死到很难看 相信吗各位 如果你的组织 是80%的消费者 20%的经营者 Beautiful OK 所以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堂课 叫自动型销售大师 然后 从这边我做好准备过后呢 20%是什么呢各位 20%是action 行动 去行动 那么 我个人 非常地重视home body 很多的传销老鹰 他看不起home body 很多传销老鹰 他不敢愿做home body 很多传销老鹰 他不乐意做home body 很多传销老鹰 根本也不懂 根本也不懂怎样做home body 各位 你懂爱多美 你才来经营爱多美 你才来经营爱多美 好不好各位 好 掌声响起吧 好 就在那个时候 我就开始规划了 我要打哪一个州 我住在基隆坡 各位 Oh my god Alostar 玻璃市 Johobaru 新加坡 各位 都有伙伴呢 结果呢 我们不停地做home body 一直做到今天 我要告诉大家 我很骄傲的 站在你的面前 我要告诉你 Alex Ong 还在做home body 可是有人问 有人说 哎呦 Alex 你都已经上了 领袖俱乐部 或者是皇家领袖俱乐部 你的收入已经那么棒了 你还要做home body 妹 如果你有跟他一般的思维呢 那你是一般的直销人 各位 在爱多美 爱多美的成功 爱多美的成就 是 你去做一般人不要做了 你一定要投入一般人不投入的 你一定要很乐意的去分享人家所不感厌去分享的 所以在爱多美呢 简单的人都成功了 太聪明的人 脑袋太复杂的人 或者脑袋进水的人 他们都不能够成功 那那些脑袋进水的人 你要给他用什么产品各位 吹风筒 那你把他的脑袋的水吹干了 他还是会装进另外一桶水 所以这种人不要 我们烘八地我们要找什么 家庭主妇 所以我很强调的 大家多做烘八地好不好 那你做烘八地 烘八地 烘八地 要做到几时 烘八地 烘八地 三百马地 对啊 对啊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进入 Auto Sales Master好不好 然后我们来看看 要怎样在一个月里面 收入赚起马币一万元好不好 可是有的老鹰说 哎呦才一万元 零比才五元 我告诉你哦 因为在2080法则里面呢 我告诉我自己 你先要有三千五千一万 总有一天你会有十万 未来上尊王会有一百万 你的一百万都是从一万开始的 对不对 哇你们的互动太好了 哇太好了 然后 那我要问大家 钱重要吗 啊 钱它 不是万能的 OK 然后钱是有用的 同意这句话吗各位 真的 钱它不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但是钱能够解决大多数的问题 对不对 对不对 真的 所以我们呢 养儿与女啊 衣食住行 我们需要用钱 我们孝顺我们的父母 我们供养我们的父母 我们需要钱 我们要建立要经营一个美满的家庭 需要钱 我们要活要过一个精彩的人生 需要钱 所以你说钱重要吗各位 钱它很重要 那我们人的一生啊 三分之一的时间 我们人的一生 三分之一的时间呢 都在拼命的赚钱 赚钱赚钱 可是我们这一生 它从我们生出来 一直到我们拜拜 我们这一生都在花钱 所以钱它真的很重要 那么欢迎大家进入爱多美 这个可爱美丽的大家庭 每一个人来到爱多美的第一个目标呢 就是什么阶级各位 销售 销售 大师 对 销售大师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爱多美的第一个目标 然后销售大师 Sales Master Sales Master 那么 我们都知道 销售大师Sales Master 一个月的所得大概有多少啊 7000到 对 7000到 15000 15000 OK 好 这个收入 7000到15000 对你重要吗 有的人说 哎哟 才7000咩 才15000咩 我告诉大家 你认为 对你是不大 对你是不多 不过 如果你能够去帮助你的团队 各位 尤其是很多的小康之家 他们一个月能够有7000到15000的收入 对他们重要吗各位 那么如果你能够帮助 如果你能够帮助家家户户 家家户户 7000到15000多余的收入呢 那你的收入已经不是7000到15000 同意吗各位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 你自己要设定第一个目标在爱多美呢 先成为一个销售大师 好 我们要怎样成为销售大师呢 两个条件 两个条件 OK 成为销售大师的第一个条件是怎样 在爱多美 我们每个人开几条线 有没有人开三条的 有没有人开四条的 OK 那 第一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这个是你 in the under 这个是你 under 你是你 你自己 第一个条件 你自己累计的 累计的PV自己要多少啊 70万 因为我们实际上讲700千 700千 如果对海外的 尤其是中国啊 香港啊 台湾啊 他们听不懂什么叫700千 understand yeah 所以呢 我们要说70万 然后第二个条件呢是 你的两个团队 左边跟右边 必须要选择在两个周期 第一个周期是1号到15号 第二个周期是几号 16号到 月末 月末 就是月尾哈 然后你的这个团队要累计多少积分啊 250万PV 那你这边的团队也要累计多少各位 250万的PV 那么恭喜你 那么恭喜你 你就很简单的成为了爱多美的自动型销售大师 你看起来难 真的难 但是如果你懂得运用2080法则 它并不难 明白了吗各位 所以今天我们要先创造这250万的业绩呢 方法 嗯 来我们看方法 有什么方法 能够让我在这15天里面 我们叫一个cycle first cycle 那中文叫第一个周期 right 能够做到吗各位 我先问大家 能够做到吗各位 你未来要赚100万每一个月 现在先开始做这个动作 做 that now 而且不是你一个人做的 你的整个团队做的 好不好 所以你认为难 真的它也是难 但是你一定要想到 未来我要赚100万马币每一个月 那我现在乐意不乐意做 感言不感言做 要不要做 想不想做 要不要 要 好 50个家庭什么意思呢 不管这个家庭 一家是几口 一家几个成员呢 从每天早上起身 他家家一家几口 一定用爱多美 一定消费爱多美的 牙膏牙刷 要不要洗澡 要 什么产品都是爱多美 那你只要50 这边50 这边50 然后呢 方法 尽量呢 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月 只要成功的消费多少 10万的积分 只要最低的消费 10万的积分 10万的积分 你乘50 这边是不是500万啊各位 是不是500万 500万你拿来除二 这边是不是250万 这边是不是250万 对了 你完成了 那么 现在 要怎样去建立50个家庭 建立50个家庭呢 各位 一个方法 最简单 最快 而且很容易的 Home Home 可以不可以啊 所以Alex还在做Home Party 你的收入有比Alex高吗 Alex还在做Home Party 你要做Home Party吗 你如果不肯做 如果你不乐意做 如果你不想做 你是要怎样 要不要做各位 要 要 所以 因为我们的理想 未来要上尊王大师 每个月赚马币超过100万 现在要求50个家庭 50个家庭 而且你去帮了这家庭呢 你改变了他们的孩子的健康 你改变了这个家庭 请他们对未来的保健的衣食 健康的衣食 卫生的衣食 你是不是帮了很多的家庭各位 你要从这一方面去想 然后呢 恭喜你 你成为了爱多美的销售大师 好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 我要怎样 我要怎样做准备呢 Alex说要做2080法则 要准备啊 好 第一个准备 准备什么呢 各位 要不要设定目标 来我们先设定目标 设定目标 设定怎样的目标呢 有的人 有的人 董事长说 在爱多美 每一个人 一定要追求一个 balance life 一个很均衡的人生 很均衡的人生 要不要钱 要 所以 不管今天 你对你住的房子满不满意 你对你的车子满不满意 你孩子的教育满不满意 今天你要设定你自己的目标 然后我在30年前 我开始投入传统的直销的时候 我设定了一个目标 我设定了两个目标 第一个目标 房子 第一个目标 房子 第二个目标呢 车子 那那个时候我就很勤劳的 发奋图奖 终于呢 我圆了我第一个梦 我可以买我生平的第一间房子了 我也可以买我生平的第一辆的 第一辆的Mercedes Benz 问题是 我要先买房子还是要先买车子 说我先买房子的人 几个手好不好 喂 这么少人要房子的 好 车子的 几个手好不好 喂 这么多的 没有几手的是什么意思 没有几手的肯定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听不懂我的华语 第二个问题呢 脑袋进水 后来那个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了各位 我不先买房子 我先买 车子 我买我生平的这一辆车 什么车各位 Mercedes Benz 当我一家出门的时候 我的同学 我的老朋友 我的亲戚 我的姨妈 姑姐 三个老婆 他们发出了一个声音 哇 口太干了 发不出了一个声音 啾啾啾啾啾 哇 那个姓王的饰演者 人家现在开Mercedes Benz 那就在这个时候 我开始跟他们分享讲话 有没有力 各位设定目标 成功 你一定要有所牺牲 所以呢 我牺牲掉所有的我的嗜好 因为我设定这样的我的目标 然后第二个 下定 下定 决 下定决心 各位 三十年前 我一投入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一无所有 我要车子 我要房子 我要妻子 当然妻子有了 然后我要孩子有更好的教育 我告诉我自己 我要把孩子送去海外读大学 我不要辜负了他们的未来 然后就在那个时候 我下定决心 我牺牲掉我的第二生命 我的第二生命是打蚁毛球 现场有没有朋友很喜欢打蚁毛球的 有哈 你看看我的神才是不是打蚁毛球的 OK 现在不行了 然后我告诉你呢 我很骄傲啊 我家里有四只中国的蚁毛球的国手 送给我的那个球拍 有两只我送去给朋友了 我还留两只给我的孩子他们呢 传承三代 那么 当我付出的时候 我下定决心的时候 挂球牌 掉球 弦 全力以赴 各位 后来 有朋友找我去打高尔夫 那我就去打高尔夫 下去那个革命的时候 哇老耶 下午四点就去走 就去扣 就去扣 各位 当我下定决心的时候 我不能够打高尔夫 因为我的时间全部在草藏上 我一定要挂什么 挂我的球棍 我不再打了各位 所以你要成功 你要不要牺牲 成功要有所牺牲 成功要有所付出 各位 真的 然后要不要列名单 要列名单 列几个名单 我建议大家 你的名单 可以分A组跟B组 OK 那什么叫A组呢 你的A名单 跟你的B名单 然后哪一本单先不 把这一些名字 一一一一的全部写下来 全部这些名字写下来 A的名单呢 是 你很熟悉的 你的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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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的名单呢 是你的好邻居 你的好同学 然后可以是你的同事 好不好 然后呢 当这个时候 把名单列下来的时候 千万不要跟人家算命 哎呀我看我这个亲戚 不可以的啦 哎呀我看他又肥到这样呢 不可以啦 各位千万不要跟人家算命 因为爱多美的产品 不管你是瘦的还是肥的 你都要用爱多美的产品 同意吗各位 所以把他们全部写下来 当你写下来的时候 你要不要去分享 你要去分享A组跟B组呢 你认为哪一种人是你要开始去分享的对象 这个是你很熟悉的 这个是你半生熟不是很熟悉的 你要从哪里去分享 各位对对对对对 从这个熟悉的呢 而且你要做好准备哦 做好准备呢 去分享的时候 会分享死掉十个 会死掉二十个 做好准备 死掉十个死掉二十个 好不好 因为呢你讲死的过后 他们不会怪你 他们不会怪你 你就把你的 把它当做你的百老鼠 明白了吗各位 各位 然后当你去讲讲讲的时候 你会不会越讲越 越 越讲越顺 越讲越棒 因为你不断的去分享 不断的做好partie 各位一次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五十次 你越做越老练 你越做越磨练 这个时候再跟这一边的分享 明白了吗各位 成功要有方法的 好不好 然后当你去分享的时候 从第一个讲到死了十十个 那你不要受到任何的打击 记得Alex讲的这句话 你要有动手术医生的精神 动手术医生呢 他们开始读完医学 出来的时候 是不是做先做见识的医生 那么 那个病人呢就推进去 那个 实习的医生呢 他朝那个手术导呢 哇 我看那个病人真的是很衰 你懂吗各位 他一条呢 一个戳掉的时候 旁边有一个老医生 他说什么呢 推出去 Next 第二个进来了 第二个进来了 那死了一个 死了五个 死了十个 第十一个 是不是比较老练的各位 第十一个超到的时候 哈 我知道了 我会 我能够救了你 你越做又 又会不会越有信心 好 那么 当这一些你越做越有信心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你开始成为了 自动型的消费大师 你的收入有七千到一万五千 这个时候你的生活条件提升了 你倒回来 找这一些 讲到死掉了 可以吗各位 好不好 对啊 好 然后这个时候 要不要邀约 要不要邀约 好 邀约是功夫 邀约看技巧 好不好 有很多人很喜欢问我 Alex 你的经验 我们要怎样邀约 各位 邀约只有一个最棒的方法 以一颗平常 对了 一个平常心 你平时怎样打电话 邀约你的朋友出来见面呢 就用那个方法 电话里面三不谈 第一公司不谈 千万不要拿起电话 老王啊 我现在做爱多美 你有听过吗 他还会讲 小李我现在忙着 改天谈 三不谈 公司不谈 产品不谈 制度不谈 以一颗平常心 那么 当你一颗平常心 成功把对方 约出来的时候 你要谈爱多美 你的目的是要谈爱多美 对不对 那要怎样开口 开场台要怎样做 哈 各位 你们的包包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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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 你 你约的出来 那个朋友呢 如果他的气色不好 脸色不好呢 你一直在他面前呢 吃 你自己吃 打开一包 那你一吃 他会不会好奇 他会问你 你吃什么 你告诉他 等一下 等一下 你慢慢 慢慢 挤到干干净净的时候 哇 这个东西啊 是韩国政府研究的 韩国政府研发的 这个东西啊 是韩国的科学家吃的 对方是不是要多了解 然后你再告诉他 你最近你没有看到很多人呢 气色不好 然后很多的心脏病啊 中风有吗 各位 送他一句话 气通 血通 你就满眠 春风 你气不通 血不通 等着 中风 一人 中风 全家 发疯 OK 好 然后你就在跟他讲的时候 各位 他会不会吃 你再拿一包 送给他吃 然后跟他讲 我要你的IC Give me your IC 直接跟他搞点 抓点毛 好 那么接下来呢 你要不要跟进啊各位 啊 什么叫跟进 马来文人叫小便 跟进 Follow up OK This is follow up Follow up 当你把产品卖出去了 你把下线推荐进来了 要不要 Follow up Follow up 最好的时候 是在48个小时里面 Within 48 hours 48个小时里面 你一定要做跟进 最好的跟进呢 他买个电话问候他 你昨天买的那个 Hammer Him 你开始吃了吗 那个味道你还喜欢吗 哎呦 那个味道很难吃咧 是是是 我开始吃跟你一模一样 你要站在他的角度 明白吗各位 我开始吃Hammer Him 每次跟你一样 很难吃 可是现在我吃到啊 有时我要骂公司 这样好吃的Hammer Him 干嘛你做的那么小包 明白了吗各位 好 当你成功的跟进他 关心他 要不要辅导啊各位 跟进辅导 那么辅导呢 请用爱 关怀 用关怀 那么我们在建立团队呢 跟进辅导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辅导呢 请用爱 不要去指责你的下线 不要去骂任何的人 请用关怀 用关怀 然后最后要不要复制 复制 复制 韩国话叫Hokchit 所以复制我们叫Copy 叫Lubricate 各位 在爱多美呢 复制呢 你要定时定期了 来上成功学院一日研讨会 要不要去教育中心 那你学到什么呢 那你怎样做呢 那你就交给你的下线 我们叫学做教 好不好 那我们通过爱多美的成功的八个条件 也叫成功巴布奇呢 如果你不能够成功呢 那真的是一个奇迹 那我们在高峰见 我的分享到此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